当代年轻人物大美德 内敛 我帅吗 大胆 会会会 我现在特别怕 坚持 哇 这么多题 算了算了 情绪稳定 我很早就会起了各位 很早就会起了 从容 就这两大 就这两大类吗 你有没有收到一些长辈和小辈们的评价 长辈的话就是我家人 然后会给我发信息 说还不错 是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小辈 目前好像没有 虎场大考问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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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孟中那天还在热播吗 想这样你有没有统付追击啊 有有有 但是应该没有跟得那么紧 没有那么快是吗 他因为是在电视上播嘛 所以我都是跟电视播的 因为我要给你动线收视率 谢谢 听说你拍支部戏的时候 你拍了1200多长戏吗 好像没有那么多场戏 先闭咬了一下没有那么多场戏 想让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啊 或者感触比较深的那种戏 感触最深的一场就是 在小辈生退伍之后回到了北京 他被小梅推着轮椅啊 推进他爸爸的卧室的时候 然后他爸爸已经去世了 然后看见那个床上有他爸爸的徽章 那场戏让我印象很深刻 一场情细戏嘛 就看预告就哭得特别的有代入感 眼泪居中流下 想知道是你设计的吗 这个眼泪我设计不了 他从哪边流下来 拍的前期做了很多功课 但是其实好像就拍了两遍 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那场戏搞的 所以大家在讨论你那场戏 在长城上浪诵的那个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燕 不到长城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这个读得好好呀 就是想到你是怎么解读那场戏的吗 其实当时那场戏 用这一首词的时候 也是想把它 小人生的那种朝气蓬勃 以及他那种勇往直前的那种状态 借长城的这个很空旷的一个景观 给抒发出来 我想表达的那种感觉就是 这个少年很无畏 的那种感觉 完全传达到了 真的就是大家解读的就是这样的 少年一季和那种壮阔的山河 谢谢 有一场戏就是 大家都骑自己车 就笑得也很开心 但其实看了这篇才知道 红林可以录舞 乐定性爱情的感觉 就感觉你保得很好 这场戏是怎么的 其实那场戏 我们在拍的时候 我也有跟导演讨论 骑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不是需要流露出难受 或者是忧愁 但是我们后面 想了一想 萧真生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永远都是把自己的 阳光的那一面 温暖的那一面 呈现给大家 所有的不好跟难过 他都自我消化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 他身边有这么多兄弟 然后有这么多亲人 爱他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那就青春洋溢吧 嗯 他糊涂的时候 我就陪他玩嘛 其实就陪他演戏 但他清醒的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抓住 这个其实是我跟爸爸 本体相处的那个模式 跟感受 那你觉得 他搞事业了吗 变成事业有成的成熟男人这种 也没有事业有成吧 踏踏实实努力的做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情 大家也在讨论你和小梅和红林的感情 是吗 反正从你的视角来解读 会怎么解读这两段感情 我觉得一段是青少年时期的那种 炙热 然后直接奔放 跟小梅的那一段其实是 细水长流 陪伴 甚至是生活吧 我觉得那个是爱情 爱情的真谛 我觉得特别错的一个点就是 所有的人都不支持 邓梅当医生 都不支持他血液 只有萧丰生在他同医生 好了 对 可以啊 萧丰生同志 佟大夫不在 我是每天在家也不能偷懒啊 我可不能辜负了你这些日子的 劳心劳力 是不是 对 其实这个点是稍微做了一点点设计 就是强化这个同医生的这个点 所有人都叫他护士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其实小梅当医生一直说 同医生 同医生 就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设计吧 你送脱红林录舞的时候 你小声地说一句 记得想我 自己设计的吗 对 这个也是 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 其实想说有没有可能去大声地说 想我呀 一定要怎么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 反其道而行 也许他有千言万语 但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 所以就选择了一个 想我 对 这种 所以就有很多年代感的倒计嘛 感觉至今都非常还原 有没有哪些倒计是 就你一进去那个场 就觉得经验到自己那种 因为我是南方孩子嘛 像北方他们70年代用的那个暖炉 特别有意思 它又可以烧水 然后又可以当暖气 那那个骑二八大杠啊 或者什么的 那当然那个是肖真胜的本体啊 二八大杠 我可是学了好久 是的 重庆人不会骑自行车怎么了 会会会 我现在特别怕别人说 你学会骑自行车了 我可不想再 大家关注到我骑自行车就回事了 我很早就会骑了各位 很早就会骑了 不要再说这个事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他们说3D打印了那个扎皮杯嘛 对对 那个杯口比我脸还大 萧春春有帮叶国华画像捞人吗 就感觉萧春春技能和肖战技能有的重合 这个真的是巧合 那吹口琴呢 我也不会口琴 那个红蜻蜓那个是我现场学的 就可以吹出一个调子 他能做出这种画画像捞人的行为 他已经是个一人 是 我最近也是学习了 什么是一人爱人 这个一人就是比较外向射牛对吧 然后爱人就是比较内向 那你有错过这种就他们说的MT 我还没有测 因为那个题太多了 我本来那天很好奇 点台看了一下 我这么多题 算了算了 你很好奇吗 我就还挺好奇的 有那种非常简单的错误 比如说I就是喜欢宅在家 E就是喜欢出去玩 那你的你是I还是E 我应该是I吧 应该是I人 大家都猜你是INFJ INFJ F意思就是比较干净的 对你的T是比较理性的 你跟FIT了 都有 能综合一下吗 有这个选项吗 没有 但是你肯定是I人或者E人吧 肯定吧 就这两大 就这两大类吗 整段哈掉了 我看那个时差Hi F 他们那个出场 就很帅气在预告片里 感觉好有气势 结果现场是用板车拍的 你以为的时差Hi F 宝宝巴士 因为大家都没有划得很熟练 为了方便拍摄 导演他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板车 但我看你第一刀划挺好的 也没有刀很好 就是小时候划过 所以可以划行 大家就是要吃演员这碗饭嘛 那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哦 自己播出之后 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 你有没有收到一些长辈 或者小辈们的评价 长辈的话就是我家人 然后回国发信息 说还不错 是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小辈 目前好像没有 那如果你再去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在活动上遇到一位艺人朋友 然后他错过来说 你会怎么接呢 我帅嘛 真的吗 你不用我忙了 我指的帅呢 是小辈生的人格魅力 对不是说外貌了 他的那种精气神 对不对 帅可以包括很多事情 感觉他很印象注意的 很印象注意的 是是是 所以这也是吸引我的一个点 他永远在坚守自己 你好像觉得角色大多数有这种感觉 其实也没有吧 我觉得我所有的角色好像 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可能他们的内核是一样的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跟前些年相比啊 你自己在阶级方面 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新的考虑 首先故事要打动人吧 首先要打动我 得让我爱上这个角色 然后我才有把握 去把这个角色呈现给观众 让观众爱上他 可就没有什么地方了 以前都是这样吗 是 所以就是要一直坚守下去嘛 作为剧组那种劳模嘛 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让大家一直保持演戏 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好好休息 然后努力的充实自己 怎么找到工作中的成就感呢 那我问你 梦中的那片还好看吗 好看 来了 这就是我的工作动力是吗 对 我今天努力一天 工作八个小时 就是会回家看那样剧 太棒了 那这就是我们演员 作为演员 他的意义嘛 那我6月18号 不玩之后 没得看上去吧 下集能不能赶紧定啊 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 下集能刷到解说的语气 对解说的语气 最近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 讲叶芳的 以叶芳的视角 红生之叶芳爱 太有才了 我觉得这些人 他说我叫叶芳 我重生了 我的家庭想让我跟谁联姻 我拒绝 所以我利用了谁谁谁谁 红军结尾特别好玩 说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就来CCTV-8 没外 19点30分 一定要收看梦中的那片海 超好玩 我还看到一个就是用北京话说 各位爷 他们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梦海不好看 陪我一管敲东西 大家也不用这么抱你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萧春生 他的朋友叫小华 别小看他们 就在前不久 他们 他们要回北京了 就在前不久 他们 他们决裂了 他们决裂了 没有没有决裂 没有决裂 没有决裂 就是产生了矛盾 后面还有什么 那CCTV-8 每晚19点30分 一定要收看梦中的那片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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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